第二位選手勢成員 看到他的這個刀采 是藍色 刀采就是在刀 握把後面綁的那一條 叫做刀采 對 沒錯 有人也叫血精 因為之前是聽老師跟我講 這個就是 古代真的 那刀拿來殺人之後 這個刀上面的鞋子 就用後面這一條布子 我聽到的是 古代的人都把那個 綁在自己手腕上 就是刀不離身 對 其實有 可能有蠻多的一個講法 包含這個刀有這個所謂的刀采 劍有所謂的劍碎 對 也有另外一套說法是說 刀采是為了擾亂對手的視線 但是其實 刀采的運行也是有它的一個道理 包括我們現在看到選手在 萬刀的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說刀采纏到手上去的打擊 這是會扣封的 是的 沒錯 是會被扣封的 所以選手在運行刀的過程 要怎麼樣去掌握 這個刀采的一個平衡 跟刀采的一個 我們講比較好的一個中心點 在萬刀的時候有一個中心點 要去掌握它 才不會讓刀采萬刀 這就是平常實練習的時候 就要注意那個長度 而且刀采的比賽規定長度 也不能小於三十公分 刀的長度也是有規定的 對 有規定的 謝謝 左手持刀的話 不能跌於運動員本身的耳朵上端 對 就是他在這個爆刀的時候 對 爆刀的時候 就可以看 好 這是徐承妍他帶來的刀術 對 終點大家看到這個刀術 會覺得這個 刀術的特色就是非常的快 對 確實裁判在判斷這個選手高不高分 有一個這個演練分 可能會參考到選手他運刀的一個技巧 嗯 沒錯 器械的方法準確度啊 然後盡力的充足 跟用力是否順達 然後刀有沒有刀法 9點40分 是相當高的分數 他的質量分也被扣了0.1